賴清德日前成立所謂 捲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竟宣稱要培養40萬名利投入戰備 還將黑熊學院大編 大陸依法對黑熊學院 及其負責人沈柏陽 金主曹新成實施懲戒 在民族復興 度國統一的歷史大事面前 台獨分子的圖謀 更將破滅 聽說你們那位沈柏陽沈大院長 會列入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大陸要依法對其施施懲戒 嘶嘴巴閉緊一點 什麼沈院長 他之前跟我們賴溝說 他當了明代就辭職了 現在只是掛一個 黑熊學院的榮譽虛弦 他以前不是嘴很秋嗎 又是擔任什麼認知作戰專業講師 又要訓練多少神射手在民間 聽說還要把黑熊學院 拉入所謂40萬民兵編制 怎麼這次切割得這麼堅決 你們曹新城 曹大董事長不是一樣 聽說自己也被拉清單 哼 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講話都在討餒 別以為我看不出黑熊學院在大聲的算盤 被鬧40萬民兵編制 不知道拿走多少民進黨的標案 又能掙得盆滿博滿 台不是怪那個姓曹的 說什麼要捐31新台幣抗中 結果錢還沒進我們口袋 就害我們意氣被制裁 除了抱賴哥大腿多撈一點 我們還能怎麼辦 你們賣課程 倒賣倒露貨 從青鳥手裡騙的錢還不夠多 不管沈柏陽怎麼推脫 黑熊學院就是他創辦的 出了事也別想躲 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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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新城 沈柏陽和黑熊學院 長期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嚴重破壞兩岸關係 這次被制裁可謂大快人心 曹沈二人練獨弓 練到走火入魔 在島內各個場合 都要高舉抗中保台大旗 甚至山洞霸梁 也妄服將謝國良抹紅 國際實在莫名 賴清德日前成立的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也有他們的身影 這個委員會 號稱廣告社會各界人士參與 實際上根本是 綠雲同溫層聚會 除了潮新城外 黑熊學院也佔據了兩席 近年來兩岸風生緊 台軍制緣役 面臨爆發退役潮 和征兵難的大問題 賴清德不想著如何緩和兩岸關係 卻在普通老百姓身上鬥腦筋 向他會上妄言 訓練四十萬名利 不但如此 台內務部門負責人劉世芳還承認 會將黑熊學院納入這四十萬民兵裡 把民兵交給不動軍事 指揮塔滴滴彈的黑熊學院 調度指揮 簡直兒戲 我看是假借培養民兵之名 偷偷把預算抓在手裡 不知這一次黑熊產業鏈 又將捲走台灣老百姓 多少納稅金 即光電這個搖錢術後 軍火 民房 也要變成綠遊友們的好生意 這幫黑熊把普通民眾 推向兵凶站圍的困局域 卻在背後 數錢數到手抽筋 他們枉顧民生利益 老百姓的日子 只會越過越艱辛 只有擦亮眼睛 看清台獨分子陷惡行徑 還能明白台灣的未來 究竟該走向哪裡 我們看到國台辦宣布 將要對這個沈柏洋 曹新城以及黑熊學院 這個進行制裁 將他們列入這個舞台獨 顽固分子清單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沈柏洋他是組織黑熊學院 是實際開始在訓練人 打算說是在未來 如果有一天台海之間 發生這個戰事的話 他訓練這一批人 將來未來就是要進行 一個所謂的頑劣抵抗的 這樣子一個動作 曹新城則是一個 金主支柱的角色 他一方面宣揚 所謂的台獨的思想 另外一方面 他也贊助了這些很多台獨的 不管是遊戲也好 或者是戲劇也好 因為我們看到了 其實像曹新城跟沈柏洋 他們跟一般的這種 傳統綠營政治人物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情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一次大陸的出手 其實我覺得相當於在告訴大家 今天只要你是主張台獨的 今天只要你是主張分裂兩岸的話 今天不管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無論是金主 或者是訓練者 行動者 或者是提倡者 這個台獨 文固分子清單 都有可能是有你的位置的 我們也看到 這個賴清德成立的 這個防衛任性的委員會 那他說要充實40萬的民兵 但是同時他也貶了很多的預算 去支持所謂的防衛動員這件事情 這4.11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金額 因為其實不僅僅是沈柏洋的黑熊學院 像陳柏惟的台灣鐵山防衛 還有這個無依農的壯破台灣 其實都是進行相關所謂的防衛訓練的 他們都打著這個防衛訓練的名號 實際上開始去做一些 針對年輕人的一些訓練的動作 那一旦你加入他們 未來你的選票 肯定是支持民進黨當局的 那同時你擁有這些預算 你訓練了這批年輕人之後 你又可以不斷的組織跟動員 你可以在這個可能有些 這個進行實務上的訓練 或者像黑熊學院一樣 他們能夠拍這個所謂的電視劇 去用輿論 去用這個媒體的方式 去影響一般的台灣民眾 而這造成的危害 將是非常深遠的 慢慢慢慢的將會影響到 台灣所有的年輕人